如果知道上班等于丧命 我这辈子都不找工作了 果然辛劳上班的人都该死 我怎么都想不到 美梦也能成为噩梦的开始 这已经是我面试的第七家公司了 如果这次还是没有通过 搞笑点形容 都可以集齐七颗龙珠了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 在我刚踏出写字楼的大门那一刻 居然收到了入职的邀请 果然 还是要对人生有点信心和期待 毕竟随时可能发生惊喜 尊敬的任意先生 原版公司欢迎您的加入 请您携带好以下入职资料 本人身份证 毕业证 银行卡 十张一寸白底照片 提检报告 于下周一早上九点来本公司办理入职 助您在原版集团发光发财 我靠 要不是在大街上的话 我已经激动的呐喊起来了 本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毕竟之前面试六家公司都失败了 于是干脆破罐子破摔 投了一家风投正盛的生物科技类新兴公司 这家公司因为发展速度非常快 在同领域企业中也算是小有名气 真是走了狗屎运 哈哈 我握紧拳头 兴奋的感慨着 沉浸在喜悦之时 手机短信声再度响起 我迅速点开查看 生怕到嘴边的肉飞走了 尊敬的任意先生 因本公司研究方向特殊性 请您主动提供五毫升的自身血液 于周一上午办理入职手续时一同提交 公司将免费帮您分析您的血液信息 并投入在公司最新研发成果中 通过血液可以分析出您的性格 以助于工作人员更好的分组 早就听说原版公司是同领域里的血液大户 专攻血液方面的研究 没想到已经这么先进了 连性格这玩意儿都能分析出来 就是入职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十张照片 自己之前待的公司也就要个二十三张 最多的撑死四张 要这么多照片是要当名片发吗 还要去抽血 不过转念一想 毕竟找到个这么好的工作 着实是不容易 反正还有几天时间 这些东西还是很好准备的 奇怪的是 在周一我如约提交了所有的资料 以及自己的血液 并等待了半小时之后 人力资源让我坐在一个门口挂着接待室 三个字的纯白色的房间里 等待组内其他的员工 人力告诉我 从入职那刻起 我就成了公司的自己人 因为公司文化注重团队和谐 入职之后必须第一时间 进入自己的团队 与未来亲力无间的伙伴互相认识 除了人力资源的神神秘密 我还得到了一份劳动合同 和一张专用的员工艾滴卡 以及在劳动合同中间 夹杂着的破旧纸片 上面的字是打印出来的 原版公司公司守则 欢迎您加入原版公司 请为公司无私奉献你的一切 为伟大的科研事业奋斗 一行红色的加粗字体 切勿封建迷信 请务必相信科学 珍惜生命 一本公司带有员工宿舍 年假为每年11月1日12月1日 除此之外 无任何假期 下班统一回员工宿舍休息 非假期时间不可离开公司及宿舍 二请您认真阅读专属员工卡的背面 那里应有您性格的相关信息 请您务必时刻记得自己的真实性格 您的性格非常重要 三公司学业分析的结果是 百分之百准确的 不存在失误 请不要质疑 四公司里不存在狂躁 性格的员工 五公司有且只有一位怪蛋 性格的员工 六公司分为多组多部门 亲爱的小伙伴 每个小组为七名员工 七名员工 七名员工 请切记是七名员工哦 如发现小组超过七人 请找出多出来的那个人 实现为三个工作日 七 如果你在其他普通员工手中 公卫私人物品中发现自己的照片 请立刻远离该员工 并拒绝与之进行任何交流 八公司的打卡时间 是早上8-309 00 晚上19-3020号00 请在公卫上打卡 超过打卡时间 可以补卡的地方 尤其只有两处 人力资源办公室和总经理办公室 如提前或超市打卡 请先去人力资源部门打卡 人力资源办公室是安全的 在大部分时间里 九人力资源部门 尤其只有一个员工 如果人力资源部门 出现了一员以上 号称人力职位的人 请立刻拿出员工ID卡 紧握卡片 去到总经理办公室 在总经理办公室完成打卡 九总经理办公室常年无人 这很正常 无需在意 十公司下班时间是20点 为体恤员工 从不加班 20点准时下班 如果接到加班通知 请不要理会 正常下班 那是上级领导的失误 如有人邀请你一起加班 请立刻离开工位 回到宿舍 不要与之对话 亲爱的员工 不可以加班哦 11 家破班的同事和你搭话 或邀请你做任何事 不要回应 保护好自己 12 看到任何不科学的现象 记住 那都是幻觉 可能是你工作压力太大了 下班之后 就会宿舍休息吧 一行红色的加粗字体 本公司是一个团结 有爱 和谐 上进的大家庭 原版公司致力 让每一个员工 有一个美好的工作体验 希望你在本公司工作愉快 讲实话 第一反应是看到第一条 几乎等于全年无休的规则之后 我在心里默默骂了 公司老板全家 读完全部 原本的兴奋 也在看到这张纸后 散得稀碎 奇怪的公司 奇怪的人力资源 我作为规则怪谈的爱好读者 但是也没见过 现实真正发生的阵长了 这玩意是真的假的 还是吓唬人的 而且这个房间白的圣人 不仅一点装饰都没有 甚至办公桌 椅子都是纯白色的 连人力资源也穿了一身白色 所以白色口罩之外 露出的双眸 也让我看得格外不舒服 那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我 没有一丝感情 空洞无光像丢了魂一样 仿佛不是活人的眼睛 在这空荡荡的白色房间里 显得格外吓人 而且这公司守则越看越奇怪 正常的公司 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条例吗 还说了一副很可怕的样子 要不是自己是成年人 见惯了大风大浪 可能就被吓到了 更何况这才入职啊 真的是照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我只是有种第六感 加上看了那么多 规则怪谈的经验 这规则 还是不要随便违反 在心里过了一遍 我握紧了规则 的那张纸 突然 房间的门被人推开 一道清澈的女声 传入我的耳朵 嗨 你也是来入职的新员工吗 我抬起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绿色皮肩长发的小姑娘 有着精致的五官 特别是那双眼睛 清澈透亮的 一闪一闪 宛如天上的星星 好漂亮 我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女孩子 是的 今天才入职 我点点头 回答道 好巧 我也是啊 我叫苏鱼 以后请多指教了 一片安静 大家面面相去 这三个男生 真的是非常好辨认 分别是高 哎 胖 高个子男生 率先打破了尴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组长 赵丽 我看我们组那个成员还没到齐 大家稍微坐下等一会儿吧 等人齐了 我们再互相自我介绍 熟悉一下 我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一共加起来才五个人 人力资源已经不知道 什么时候不见了 等了十几分钟 陆陆续续又进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 刚好都是新员工 赵丽应该是觉得人齐了 锁上门后清了清嗓子 像刚刚一样 他简单做了的自我介绍 并告诉我们 他的性格是安静 接着拽了拽领带 我总感觉他有哪里不自然 赵丽告诉大家 可以自我介绍了 以后都是自己人 并且说自己的性格是负责 让我们一个团队 要像家一样 共同努力奋斗 说白了 就是洗脑打鸡血那套 我心里吐槽着 说到最后 赵丽忽然换了一副严肃的语气 大家自我介绍时 一定要带上自己 ID卡后面的性格 公司的文化和安排的工作内容 会根据性格派分 可以开始了 新员工先来吧 赵丽摆摆手 一个书生气的男生 率先站了出来 我叫陈骁 今年23岁 第一天加入公司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看到我的性格是 嗯 是执着 陈骁找了好几个口袋 终于翻出了自己的ID卡 我叫徐欣 新员工 性格是理性 红色头发鲜艳耀眼 两侧绑成了鱼尾变 中间盘起的头发 使整个人都别具韵味 散发出成熟 撩人的气质 我叫苏鱼 今年21岁 性格是胆小 苏鱼说完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的确 胆小这个性格 说出来还真的挺尴尬的 好像新员工 就差自己没介绍了 我思考片刻 挤出一个自认为灿烂的笑容 我叫任意 也是个新人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性格是机智 我擦 说出来之后 我的脚趾瞬间尴尬地 抠出了三十一挺 早知道就提前看一下了 我突然很认真地说出来 机智总感觉莫名喜感 接下来刚刚的老员工逐次介绍 我叫刘恩 入职半年了 算是你们的前辈 性格是无私 这次先说的是胖胖的男生 我 我 我叫杨奕晨 性格 是 直爽 我只比你们早来一个月不到 矮个子男生磕磕绊绊地说着 我依然是没看出来 他与介绍中的直爽 有什么直接关系 算了 相信科学的分析 而且 看了杨奕晨的神色 貌似不太好的样子 又很夸张的眼神 一个一个扫过我们 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 至此 七人一组介绍完毕 赵李准备告知我们 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却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打断 咚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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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房间的隔音效果不是特别好 敲门声伴随着亢奋的女生 能明显看到身为组长的赵李 浑身一颤 而刚刚自我介绍的杨奕晨 已经是满头大汗 赵李迈着艰难且沉重的步伐 走到了门口 中间还不忘用恶狠狠的眼光 扫尸了我们每个人一遍 门打开之后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萝莉 小萝莉气呼呼的走进来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娇气的说 你们为什么不开门 小萝莉的嘴巴鼓鼓的 一副瘦气包的样子 拍了拍桌子 本来就觉得这个公司奇怪 现在闹这一出 觉得更奇怪了 各种狗屁文化 难道这个公司 也有欺负新员工的文化吗 小萝莉非常气愤 听口气应该也是一个新员工 赵李满脸黑线 依旧和她解释再三 小萝莉才平复了情绪 我叫王妮妮 性格是体贴 略微汗言之后 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头皮不停地发麻 我审视起了在座众人 口袋里的狗屁守则 不知不觉 被我的手心汗逐渐禁尸 我发现 有好些人和我的表情一样 很是慌乱和诡异 不对劲 总觉得很不对劲 公司不对劲 同事不对劲 哪儿哪儿都不对劲 不过最不对劲的是 我们这里 怎么有八个员工 不应该是七人一组吗 我突然想起那张诡异的规则 第六条明明说的是 一个组只会有七个人 我再次环顾四周 赵黎 陈霄 徐欣 苏瑜 刘恩 杨逸晨 还有刚刚在这里发脾气的王妮妮 加上我 真的是有八个人 而不是七个 规则里说 三天内要找出多的那个人 那如果没有找出来 我们会怎么样 会死吗 不过时下还有三天 我先观察为上 忽然理解了 赵黎刚刚去开门时 恶狠狠的眼神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他作为我们的组长 也是公司的老员工 只是 他现在还未开口 我们现在自我介绍完了 说吧 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 王妮妮不耐烦地问道 赵黎沉默了片刻 给我们分配了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普通的整理资料 创作PPP之类的 其他两个人被派去公位上 审核公司准备发布的视频 大家正准备各自散去工作时 突然被赵黎叫住 一定要遵守规则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一定 他强调了两遍 一群人理除了杨奕成情绪不太好 其他人倒是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或许都觉得 是公司为了迎新做的过作剧 或者说整骨了一下入职的仪式感 特别是徐欣 格外的冷静 仿佛什么事都与他无关 果真是理性 啊 靠 莫非我是最慌的 慌也没用 我还是照常回到了公位 回到公位上才发现 原来一个小组的同事 并不会完全坐在一起 走应该是随机的 我坐在最后一排的墙边 靠墙而坐 我非常喜欢这个位置 因为墙边有窗户 这样平时工作的累了的时候 还可以欣赏窗外的风景节节法 加上我是个动漫死宅 这种专属座位 一般都是动漫里的主角专座 我现在各种满意 却不知道未来的我是如何埋怨 为什么自己就偏偏被分到了窗边 我的右手边 是刚刚大小姐脾气的小罗莉王妮妮 王妮妮刚坐下 便发现了同一个小组的我坐在她的旁边 兴高采烈的和我打招呼 唧唧喳喳的 非常有活力 下班之后 要去公司对面的商场逛逛吗 反正我们都要住宿舍了 我想买一些生活用品 王妮妮眨了眨眼睛 一副撒娇姿态 好吧 我承认我很帅 但是有两点 一 我今天非常累了 二 我们也不是特别熟 并不是因为我是个直男 主要是想起规则里 有一条是禁止公司和宿舍之外的外出 虽然这东西不一定靠谱 但是想到还是心里发怵 毕竟才刚来第一天 还是低调观察为好 于是我委婉地回绝了他的体意 我今天有点累了 也折腾了一天 出外适应公司 想早点休息 下次有空的时候再去吧 只见哼的一声 王妮妮撇过了头 怕一副老娘给你脸了 那表情 仿佛在埋怨我的不解风情 算了 我自己去买就是了 要不是看你和我都是新同事 还坐在一起 还以为谁多稀罕你一样 我无奈地笑了笑 没有接话 于是话题就这么终止了 在工作期间 我顺便了解了一下整个公司 发现公司的规模还是不小的 至少空间是不小的 我们所在的公司 是一栋看上去 非常像高端写字楼的奢华公寓 公司占了六层楼 其中宿舍有两层 宿舍就在办公层的楼上 所以下班之后去宿舍 是不用出楼的 办公区也是非常的大气 能容纳上百人的工位 专属的员工食堂 员工食堂的饭菜 也是非常的可口 就是种类有些少 只有一个选择的柜台 每日随机的四菜一汤 饭后还有水果吃 除此之外 娱乐室休息区 包括抽烟室都有 非常齐全 一黄眼大半天过去了 手机传来闹铃的声响 7点58分 我看着电脑屏幕的时间 以防万一还是遵守规则 对了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 软件APP打卡的形式 扫脸 打卡成功 8点了 公司里的员工 非常整齐的起身下班 我在心里窃喜 这么不喜欢加班的公司 我还是第一次见 好样的 旁边的小妮子 也是风风火火的起身 拎着她的精致包包 准备下班 估计等下班很久了 嘴上还哼着流行的某音神曲 心情看上去挺好 我随着大流一同走出公卫区 走进电梯准备回宿舍 刚好无意间回头瞥了一眼 居然有一个人没走 定睛一看 才发现没走的人是陈霄 他仰的头靠在椅子上打起了憨声 明显是睡着了 好家伙 这会上班到底在干什么 睡到下班还得醒 而且上班睡觉也没人说他 最奇怪的是 除了陈霄之外 所有员工都下班了 没有一个人去叫醒陈霄 陈霄明显是睡着了 为什么周围都是一副没看见 急忙离开的姿态 我还在犹豫 电梯缓缓关上门 宿舍到了 干净整洁的连廊 像酒店一样 我住的这层一整层都是男生宿舍 那么上面那层应该就是女生宿舍了 而中间则贴着两张告示 第一张是宿舍分配名单 四个人一间 幸运的是 我 赵黎 陈霄 杨艺辰分到了一间 刚好是一个组的成员 刘恩则是分到了我们隔壁的那间 和其他组的同事一起 第二张则是男生员工宿舍守则 欢迎您来到男生员工宿舍 想要您有一个好的休息 以便投入第二天的工作 新员工入住宿舍的第一天是安全的 宿舍内无任何现象发生 原版公司致力于给每一个新员工 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 一本宿舍只允许公司员工入住 不得串寝换寝 二下班之后请勿离开宿舍 三夜晚十二点时 熄灯时间 熄灯之后会有公司管理层查寝 切记 不要给宿管开门 为保证工作质量 宿管只是想求证各位员工 是否按时入睡 如果开门 则视为没有入睡 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 四上厕所请在凌晨两点前解决 两点之后请勿下床 五看到任何不科学的现象 记得那是幻觉 你太累了 赶紧睡觉吧 比起看到公司守则时的头皮发麻 再看到宿舍守则的那一刻 我似乎那么惊讶了 因为这个宿舍守则 比公司守则少多了 而且公司上也说了 第一天是安全的 那么就睡个好觉吧 刚踏进宿舍 我就被眼前的一切震慑到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奢华的宿舍 像是星级酒店 所有硬件配套 以及生活用品 宿舍里应有尽有 我默默的想 那个小妮子还要去逛商场 这里面全都有 还要买啥 三个室友 进了宿舍之后 就各玩各的了 除了赵李 他一直心事重重的 半夜都能听到 他在床上翻来覆去 烦躁的叹息 如规则所说 一夜无事 第二天 我准时来到了公司上班 打卡 可是 我无法相信 我眼前看到的一切 昨晚晨宵一夜没有回宿舍 我还以为他回家 或者去别的地方休息了 可是此时此刻他 他的头 就那么一动不动的 摆在宫卫的键盘上 是的 没有错 只有头 没有身体 员工陆陆续续的入座 没有人有一丝反应 我看了看我们组的组员 赵李 徐昕和刘恩 都是一脸的漠然 这太不正常了 除了一直都不自然的杨一辰之外 连王妮妮都一副冷漠的样子 相比于昨天的蛮横 遇见这种情况 唯独他是绝对不可能如此淡定的 莫非只有我能看见这一幕 大白天 见了鬼了 不可能 因为 旁边同事经过的时候 好像不小心碰到了陈霄的宫卫 陈霄的头 滚了下来 而那个同事 无意间瞥了一眼地上 被我看到了 没错 不是只有我看得见 只是他们都在装作看不见 最诡异的是 陈霄的头落在地上滚了几下 就停了下来 那颗头 刚好面对着我 血淋淋的眼珠里 躺着血泪 他好像在瞪着我 我冷汗直流 立刻别过头去 心里无数次默念淡定 淡定 尽量不去想不去看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余光披过苏鱼 我发现他趴在桌上 紧闭双眼 我起身走到他旁边 摇了摇 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用力拍了拍他的后背 只听他一阵咳嗽 睁开了双眼 我 话还没说完 他仿佛想起了什么 白眼一番 再次晕了过去 我去 我都忘了他的性格是胆小 不冷静就只能等死 一 这公司有毒 二 规则已经开始了 三 我必须遵守规则 下午7点08分 马上可以下班了 就可以熬过这天了 时间过得异常的慢 我坐在工位上 没有任何心思 欣赏窗外的美景 看着王妮妮的侧脸 我若有所思 我他已经不正常了 我知道 从成销的事情来看 就已经不正常了 更何况 昨天他出了公司 而规则是 除了年假以外 绝不能迈出公司的大楼 他已经不是王妮妮了 不知道我身边坐着的是人还是鬼 毕竟在这个公司里 发生什么都已经不奇怪了 毕竟那么诡异的事情 就在眼前发生 没有人跑出公司 没有人报警 甚至连过大的反应都没有 这家公司 好像隔离出来的一个世界 与外界是完全不想连的 下班要出去一起逛街吗 一道尖锐的女生从耳边传来 我对上了她的眼睛 漆黑又深邃 真邪门 怎么想什么来什么 就差那个几分钟 就下班了 王妮妮用常人无法做到的表情 咧着嘴 幅度甚至到了苹果肌的位置 露出两排整洁的牙齿 而因为表情过于夸张和反人类 嘴角渗出了鲜红的血液 流进了牙齿的缝隙 这一幕真他妈的恐怖 我赶紧别过头去 规则第十一条 家伙班的同事和你搭话 会邀请你做任何事 不要回应 保护好自己 我不能接他的任何话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可能会死 这时候我就在想 怎么就坐在了主角位 被王妮妮堵在里面 躲都没法躲 一起去逛街呀 一起去逛街 愿意下班和我去逛街 耳边不断传来 王妮妮的独立呼唤 我吓得浑身打了好几个机灵 我在脑子里立马过了一遍规则 规则里好像并没有说 工作时间不能离开工位 反而在第八条规则里 有一句话 人力资源办公室是安全的 在大多数时间里 感觉王妮妮的脸越凑越近 我迅速起身 朝着人力资源办公室跑去 王妮妮的行动 好像不是那么灵活 但依然跟了上来 我从没有一刻觉得 公司太大是不好的 除了现在 感觉一分钟像是过了很久一样 我终于看到了 人力资源办公室的牌子 想看看王妮妮跟上来了没有 可在我转过头的那一刹那 差点没被吓死 王妮妮的面部已经扭曲 就站在我的身后 她张开血盆大口 准备朝我的身体咬去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使出浑身的力气 跑进了人力资源办公室 奇怪的是 我踏进办公室的一瞬间 王妮妮就站在原地 不再向前了 但那猙獰的一幕还在我眼前 我迅速把门关上 大口喘得粗气 眼前一只手给我递了杯水 我抬头看 是人力资源主管 顺便环顾了四周 嗯 房间里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办公室 是安全的 这是已知的结论 规则里也并没有哪条 是不能和人力资源说话的 也是我抛出了很多问题 可是没有得到一句回复 沉默 无尽的沉默 这公司到底怎么回事 王妮妮到底怎么了 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具体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觉得时间异常的缓慢 人力资源在递给我一杯水后 便背对着我坐在椅子上 低着头一动不动 咚咚 门突然响了 沉默的人力资源 机械的起身 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另一个相同打扮的人 胸前挂着的职位牌 人力资源主管 啊 我的脑子突然忘 的一声 断了根弦 脑袋里像放烟花一样 轰隆轰隆 规则第九条 人力资源部门 尤其只有一个员工 好 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 也不管门外是否还有王妮妮在等着我 但我总感觉 继续待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 面对着两个人力资源 直面挑战规则 我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去总经理办公室 我立刻握紧了胸前的员工ID卡 直奔总经理办公室 打死都没想到 会有去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天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 找了好久才找到 藏在角落里的 门上还有蜘蛛网的 总经理办公室 感觉好久好久都没人来过了 门也没有锁 我直接冲了进去 接着把门反锁 关门的时候我往外看了看 发现并没有人追我 为什么没有人追我 难道有些规则不一定会实现 刚刚忙忘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 刚好八点整 赶紧扫脸打卡 打完卡我松了口气 可当我望着手机屏幕 紧接着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规则第八条 提前或超时打卡的地点 是人力资源办公室和总经理办公室 但是 我没有超时 却在总经理办公室打卡 更甚至 现在是八点零一分 我这是不是属于加班行为 可是规则说可以不卡 却又不能加班 规则是矛盾的 问题又出在哪里 想到这点 我发现头上的冷汗 已经一滴一滴掉了下来 模糊了手机屏幕 我现在心里慌得一批 我坐在总经理办公室的地板上 也顾不上裤子上沾满了灰尘 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怪异现象 脑子突然闪过一个意识 他拉拉我紧绷的神经 仿佛告诉我 快回宿舍 快回宿舍 我经过了人力资源办公室 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力资源 互相撕扯着对方的脸颊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不约而同的向我扑来 我心里叫苦连连 使出了吃奶的劲奔跑着 我似乎看到了希望 终于跑到了工卫区 工卫区的旁边就是电梯间了 零零星星有几颗人头 在电脑面前埋头苦干着 他们在加班 我可不要加班 一张大脸闪过眼前 任意一起加班吗 是陈霄 陈霄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头 一切诡异的离谱 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起身 同时朝我走来 是王妮妮 前有狼后有虎 我被包夹的同时 还他妈遭遇了鬼打墙 我很想告诉自己 这是幻觉 可是现实我就是遭遇了幻觉 才会有的事情 一分钟距离的电梯间 我怎么跑都跑不过去 一百平的工卫区 我感觉现在至少一千平 任意一起加班啊 陈霄还在滔滔不绝 声音低沉的离谱 我怎么可能回应他 任由他喊魂 任意 你看见我加班也不提醒我 我以为你别想加班 我回想起陈霄早上的眼神 直勾勾地瞪着我 他一定非常记恨我昨天 没有叫醒他回宿舍 那怎么办 已经晚了 我自己保命要紧吧 既然你把我害死 那就一起留下来加班吧 陈霄的声音越来越沉 身体跟着发生了变异 他一手拽住了自己的头颅 不停拉扯 脖子被拉得很长 像一根粗壮的橡皮糖 左右摇摆 头颅也跟着摇摆 脖子一甩 那颗头伸到了我的面前 任意陪大家一起加班啊 他们已经全都不是人了 不知道跑了多久 我感觉小腿已经开始胀痛 可我仍然在这诺大的宫里去 他们 却离我越来越近 我知道 我逃不掉了 就在这时 一道清碎的女生 唤醒了放弃的我 快过来 是苏鱼 他怎么这时间点出现在电梯间 听到苏鱼声音的那个瞬间 我感觉空间恢复正常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 如果苏鱼也是鬼 总比被这群怪物搞死好 我大不留心 来到电梯间 我发现刚刚那些怪物 上电梯门的那一刻 我长叹了一口气 浑身贪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已经被盯上了 小心点 不要告诉任何人 刚刚的事情 我救了你一次 但不可能四次都救了你 今晚祝你好运 三连发 我默论的点点头 很快 女生宿舍那层到了 苏鱼快步离去 而我 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了宿舍里 进门之后 赵丽和杨奕辰上下反复打量着我 许久 赵丽说出一句 你运气真好 运气真好 确实 我以为今天必死的时候 苏鱼居然出现了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情况 他为什么要救我 难道和我的性格有关 赵丽也说我运气真好 他本身就是老员工 又是组长 一定知道些什么 机制 我的机制 性格很重要吗 莫非 这才是苏鱼救我的契机 也是赵丽说我运气好的原因 等等 苏鱼的性格不是胆小 妈 胆小的人 今天能做出这种行为吗 要么是我的机制 格外重要 要么 我实在不想怀疑我的救命恩人 这个有待考就罢 白天游走在生死边缘 让我对今晚格外的谨慎 第一晚是安全的 那么从今晚开始 晚上的宿舍也并不太平 我反复阅读了宿舍的规则 就那么几条 简单 但又令人畏惧 宿舍里配套应有尽有 洗漱 吃饭 娱乐 都不需要出门 凌晨两点之前必须要上床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人 来串寝 这点尤为重要 茶几也不能开门 我觉得这些规则并不是特别的苛刻 正常情况下 是完全可以遵守的 毕竟也不是什么男士 只是我突然想到了苏鱼 不能出宿舍 他是怎么来救我的 要么他还没回到宿舍 要么女生宿舍的规则 和男生宿舍不一样 要么他有特殊之处 苏鱼的身上有太多谜团了 很多矛盾点和特殊之处与他共存 之后如果有机会多接触 一定要好好留意他 导持了一下自己 我躺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望着天花板 我不停回忆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疲惫和困意也渐渐袭来 再次清醒的时候 我听见门口有剧烈的撞击声 开门 查请 原来现在已经12点多钟了 毕竟规则上写的是12点钟熄灯 然后会有人来查请 一片死寂 我转了个身 看得到杨奕晨在蒙着被子 在瑟瑟发抖 被子都跟着一动一动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他在做什么龌龊行为 这家伙从一开始 胆子就太小了吧 那个胆小 给性格我看配他最合适 一点都不直爽 开门 你们还想不想在公司干了 领导的话都赶不应 撞门的声音越来越大 你好 我是宿舍长 我和宿舍室友都睡了 被您敲门吵醒 头疼得不行 明天还要上班 麻烦您体谅一下 我接着睡了 赵黎突然说话了 我去 这货这么胆大吗 还当回话 真是负责 当之无愧 不对 宿舍规则好像没有不能回话这一条 只是说不能开门 赵黎比我们都懂规则 他这个时候回话 估计是看查请的过于暴躁 做出什么可怕行为 不回话不行了 宿舍的门最上面是玻璃 在一片漆黑下 我听见了玻璃被打碎的声音 嘶 嘶 耳边传来奇怪的声音 像壁虎蜥蜴之类的人在吐舌头 让我看看你们到底睡觉了没有 不听话的员工是要被制裁的 嘶 门被什么黏糊糊的东西一碰一碰的感觉 有什么怪物进来了 是刚刚查请的宿管 我立刻紧闭双眼 装作熟睡的样子 我能感觉到他 一步一步走来 他在赵黎的床铺前停留了一会 又在杨逸晨的床前停了下来 现在再朝我走来 稳住 别慌 我告诉自己 他们都蒙混过关了 我为了凸显真实 在脑袋里搜寻无数个亲朋好友 描述我睡着的姿态 打呼噜 对 我睡觉会打呼噜 每个人熟睡的样子是不一致的 他 也只在赵黎和杨逸晨那里 停留了一下子就走了 一定是有什么 让他立刻判断为确实睡着了 我张开嘴 用舌根抵住喉咙 先是缓缓的吸气 发出微弱的憨声 随着呼吸力度不同 憨声的幅度也慢慢规律变化 有什么类似口水的液体 滴在了我脸上 那一定是他的分秘物 他在对我流口水 呼 喝 呼 喝 我依然努力 让自己保持规律的憨声 五秒 十秒 一分钟 他足足在我床前站了一分钟 为什么其他人 就那么快蒙混过关 不过赵黎和杨逸晨 他们都是老员工 小心点 你已经被盯上了 我想起苏鱼对我说的话 他 没有完全相信我睡着了 一定是因为我演的还不够真 巨大的心理压力 以及装打呼噜 让我的肚子充满了气体 我把全部精神都用于完美 得打呼噜 没管住自己的生理行为 扑 我放了个屁 他妈的 这个屁早不来晚不来 这个时候来 不是害我的吗 如果我死了 死因是因为一个屁 把自己做死了 传出去了会让人笑得大哑 完了 听天由命吧 可笑的是 我竟听见他 走远的声音 难道我最自然的睡眠状态 是打呼噜 加放屁 妈 没眼看 真的没眼看 他 走了 离开了宿舍 大带过了有个几十分钟 我听见赵李的声音 都没睡着吧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 首先恭喜你 任意 你刚刚表现得很好 这只是第一天 也算第一关 往后的每一天 都会比今天更可怕 更心惊露跳 做好准备 杨逸晨 你也说句话 大家以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室友了 嗯 我和赵哥 都是第二次分宿舍了 公司大半年没招过新员工了 每次有新员工入职 宿舍就会被洗牌 然后重新开始 原来如此 你们现在说话 不怕被查寝的听到吗 我问出了此时此刻最想问的话 查寝的一晚上只会来一次 一般情况下不予回应都会走 只是今天也是运气不好 我已经打发他了 他居然还是进来了 听到赵李的回答 我越发觉得 苏玉说的没错 我被盯上了 至于为什么被盯上 我也不知道 赵李见我没有回话 继续说道 熄灯前的宿舍 不是百分百安全的 至少我们没有任何隐私性 因为断电前宿舍有监控设备 我们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语都被监视着 而熄灯后会有人 查寝 查寝过后的宿舍 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今天才开这个口 怪不得 之前都没说话 我还以为他们都不好相处 或者都沉浸在沉销的阴影之下 今天赵李能对我说这些 也是看我今晚大难不死 有点本事 能进来这家公司的 都是没本事没能力的废柴 听到赵李说的这句话 我差点没把拳头捏碎 大家都是面试处处碰壁 社会上的楼椅 突然收到这么好的offer 都开开心心来了 然后再也没能逃出去 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的话 我真不会被高薪 大公司什么的诱惑了 因为进来了 就再也走不掉了 我们不是有年假吗 至少据我所知 这公司的年假 还没人有福享受过 也就是说 大家目前还没人能熬到 放假嘛 赵李和杨逸晨来了 应该有大半年了 他们应该是公司待的最久 或者次久那批 我一定要从他们身上 多套点信息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困了 今天先睡了 明天上班不要迟到 有想商量的 不要在公司里说 下次这个时间点再讲 我在心里默默吐槽 能不能活到下次讨论的时候 都是个未知数 那个苏鱼 小心一点 这是赵李睡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没人说话了 可我依旧睡不着 我望着黑暗 想屡一屡目前所有已知的线索 首先是公司的规则 第四 五条甚是奇怪 公司没有狂躁 性格的员工 而目前我也没有遇到 谁是狂躁性格 这个规则提醒的非常的自然 以及怪诞性格 也是听都没听过 我们自我介绍当天 一共是八个人 而一个组的成员是七个人 一定有一个人是多余 的 那人是谁 对于多余的那个人 我们要怎样对待 要杀死吗 如果是王宁依 或者陈骁道还好 因为他们已经被同化了 如果不是 还要找出组内多余的那个人 然后将其杀死吗 手认自己的同伴 这种事情真的做得到吗 第七条还没有遇到 其他的应该都经历过了 毕竟 我也是从阎王手里逃过一次的人 对了 苏鱼 那天的苏鱼沉着冷静 我见过了那天他的样子 他并不胆小 杨奕辰 直爽 以我这两天的观察 他也并不直爽 赵黎 负责 刚刚来看 是挺负责的 剩下的组员我并不了解 明天有机会 可以多去感觉一下 以为 我觉得有人在撒谎 血液测出的性格 是不可能有错的 那么不匹配的人 在撒谎 他们为什么隐藏 自己真实的性格 我们每个人的性格 到底有着什么作用 我再次陷入了梦境 梦里 我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逃离了恐怖的公司 可惜 只是个梦 随着闹钟的嘀嘀声 睁开眼 我依然躺在宿舍 只是我发现 手中不知何时 钻了一张纸条 是谁 是谁塞给我的纸条 我一场警惕 扫射着赵黎和杨奕辰 他们没有任何一场 也没注意到我手上有纸条 不是他们放的 那是谁 我侧过身 慢慢张开手掌 那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 任意 你的性格机智 你的第六感 永远都是准的 难道 每个人的性格 多有特殊的能力吗 那张纸条最显眼的地方 是右下角有一个血手印 上面有着清晰的纹路 一头雾水 我准备找个机会问问苏鱼 所以今天在经过宫位时 特意在他桌前停留了一下 他眼神一瞥 朝向某个方位 我知道 他想说的是 卫生间 卫生间应该没有监控设备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 朝卫生间走去 还好 我们公司的卫生间是公共的 男女混用 在等待苏鱼时 突然 其中一扇门被推开 一只手将我拉了进去 我靠 搞神 我定睛一看 徐欣正在对我比着虚 的手势 她的身后好像有一抹浓雾 弥撒在她周围 你的性格是机智 对吧 徐欣一把把我推到墙上 眼神一斜 我缓过神 点点头 这问题问得我莫名其妙 你和苏鱼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那天看到她出了宿舍 却安然无恙 为什么她可以违反规则 而你也违反了规则 徐欣伸出的手 扼住了我的喉咙 让我发不出呐喊的声音 我靠 这徐欣是开天眼了吗 纵观全局 她怎么都知道 平时倒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告诉我 你们的秘密 徐欣露出了病交式的笑容 她可能还有点难度 但是你 一定是个弱级 她这话一出 我无语之余 随着她手腕力量的增强 我心里好像突然有一块巨石砸下 这么恐怖的环境下 居然还有人想要自相残杀 居然 想杀我 我没得罪任何人 大家都异常的敏感 人性的恶影越发凸显 徐欣此刻的理性 也并不理性 甚至显得癫狂 以至于 她的力量越来越大 完全不像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力气 什么理性 别开玩笑了 风魔还差不多 我感觉下一秒钟就会窒息而死 啪 隔间的门被重重踹开 我看到了苏玉黑着的脸 我和徐欣都被吓到了 徐欣分心的那瞬间 苏玉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匕首 干净利落地朝徐欣插去 我在门口听半天了 你是我们之中最有杀心的人 一直在问怎么违反规则 你这只狼藏都藏不好 尾巴夹不住了 一刀两刀 苏玉为避免徐欣没死透 接二连三地捅了很多刀 直到徐欣没有任何生理反应 一动不动 徐欣身后弥散的黑色烟雾 也随之消失 莫非 这烟雾象征着什么 这难道是只有我能看见的吗 苏玉在我眼前杀人 我被这一幕震惊到了 但这两天也算开了眼 不至于吓尿 毕竟 她再次救了我 女侠 阴暗冷写的你侠 我从刚刚苏玉的话中 听出了些许端倪 没来得及发问 苏玉就张口了 不出意外 她就是我们中多出来的那个人 你看看她的口袋 我伸进去摸了摸 是徐欣的员工 艾蒂卡 上面清清楚楚 写了几个大字 徐欣 性格 狂躁 不可思议 难道真正开天眼的人 是苏玉 不然 难道就简短的听了几句对话 就能判断出来 徐欣是多出来的人 她的身上有着太多的秘密了 苏玉丢下最后这句话 就离开了卫生间 留我一个人傻愣在原地 纵观徐欣 装得再好 也终有暴露的时刻 狂躁的人说自己理性 真是可笑啊 我回到宫位后 感觉到有梳双眼睛在盯着我 那是从四面八方投过来的目光 有猙獰的 有凶恶的 有玩味的 有嘲讽的 也有无害的 我觉得 我被盯上了 因为关注度实在是太高了 再怎么样 上个厕所的事情 也不至于这么多人在意 在那些目光中 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 我们小组的组员 刘恩 作为我们组的成员 吴斯 的属性 一度让我对他印象很好 规则开始之后 他也一度低调 我差点都忘了这个人 他没有和我们分到一个宿舍 单独一人被分出去时 我还觉得他有些可怜 没办法和我们抱团 因此 我问过他 在第一天的平安夜过后 我问他 还习惯吗 和不同组的是有相处的 还OK吗 他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 其实 他进公司当天 就知道会有一名男生 分到别的宿舍 而他被分出去 是他主动提出的 因为他自认适应能力不错 所以把抱团的机会 让给他人就好了 他一个人没关系的 我倒是觉得这个兄弟 真够义气 真他妈的无私 直到现在 比起赵黎的神神秘密 和杨艺诚的胆小如鼠 我觉得这哥们还可靠些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他好像在求助 那是求助的眼神 我不知所措 回忆迷惘 午饭时间 食堂人满为患 大家像流水线的员工一样 排着队打饭 吃饭 吃饭也要讲究效率 赶紧吃完 然后休息下 就又要上班了 如此机械化 我望着眼前的番茄蛋汤 和糖醋里脊 滋染牛肉 货食确实不差 但这一幕幕 真的是我想要的 大公司优质日常吗 我理想中的工作 是有一份高薪的收入 和谐的团队 轻松的相处 舒服的日常休息 哈哈 挺可笑的 不远处 刘恩端着他的番茄蛋汤 向我走来 嗨 任意 刘恩 怎么了吗 我想起上午 他发出类似求助的眼神 便发出疑问 我们宿舍的人 昨晚除了我都死了 一晚上的时间 相比之下 我们宿舍就好很多了 昨晚照理也算挺身而出 大家也算是敞开聊了天 而刘恩一个人在别的宿舍 不知道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 当初也是他的退让 让我们几个分到一间 不然 万一分出去的人是我呢 我想和你结盟 我们一起 想办法逃出去 刘恩说出这句话时 我是诧异的 我被盯上应该是 显而易见的事情 而这时候抛来的橄榄枝 不免让人怀疑 大家都不是傻子 经历了这种规则 深处这种环境 每一步都可以说是左思右想 但在这种时刻 我确实需要盟友 你能带给我什么 或者你需要我帮你什么 我直接抛出问题 我想要住到你们宿舍里 睡沉宵的位置 狮子大张口啊 一开口就是这种要求 男生宿舍第一条 不得窜寝 唤寝 我开口回绝 却看见刘恩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似曾相识 和我那天早上睡醒之后 手中的纸条相似 上面写着简短的几行字 刘恩 性格 无私 感谢你无私奉献的精神 因此 你拥有可以无视 一条规则的权利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他妈不会是假的吧 但又下角的血手印 清晰可见 一看就是真的 那是打印上去的血手印 大家都出不了公司 公区也根本没有打印的地方 没办法作假 我决定赌一把 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何况我们私下已经结盟 下班过后 我带着刘恩打开了宿舍的门 我刚跨过门槛 杨逸臣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任意 你想死 我们可不想死 你想害死我们 杨逸臣激动得浑身颤抖 他不能进 不能串寝唤寝 你他妈的 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的嘴角渗出血迹 我拿过刘恩递给我的纸条 给他看 杨逸臣沉默了 一旁围观的赵黎 用轻飘飘的声音说 刘恩的宿舍除了他全灭 想过是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都死了 就他活着 你问问他 是不是他害死了一整个宿舍的人 在我耳后 我听到刘恩厚重的呼吸 还有牙齿打架的声音 场面一度僵持着 我和刘恩卡在进门的环节 但是 我就是莫名其妙的 相信自己的选择 我相信我的第六感 不顾反对 我带着刘恩走进了宿舍 刘恩不自然地整理着自己的床图和生活用品 五分钟 十分钟 三十分钟 没有任何异常 也没有任何诡异的事情发生 这甚是能证明 刘恩纸条上的作用是真的 我们就这样通过特殊手段 补齐了宿舍的人员 黑夜很快来临 昨夜莉莉在目 恐怖的种子一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开门 查寝了 这次查寝的人声音变了 是个温柔的女生 无人回应 更不可能有人开门 开门 开门 连续的敲门声响个不停 我们都在装死 我余光偷偷瞥了眼刘恩 他一动不动也在装睡 想起赵黎的那番话 听得真让人不舒服 浮想连篇 今天很幸运 查寝的换了几声 就走了 相比昨天的心惊肉跳 今天可谓是风平浪静 我一直等待着赵黎或者杨一辰开口 开启我们的夜谈缓解 但是依旧鸦雀无声 等着等着 我也就睡着了 一夜无事 昨晚的安全度过 大家都送了一口气 也没有人再去刁难柳恩 公司也和往常一样 王妮妮和陈骁 甚至徐欣的尸体都消失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 死亡 在这个公司里 是最不起眼 最无人问津的事情 要不是看着旁边空荡荡的工位 我一度怀疑自己身陷幻觉 不过今天人力主管出来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 一周后 公司将会重新启动招聘环节 不是大半年都没有招过人了吗 为什么又要开始招聘 我下意识看了眼我的盟友 他神情紧张 两家冷汗分明 同样的午饭时刻 刘恩坐在我身旁 悄悄地告诉我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公司已经开始招聘 而新人入职的时候 一个小组 最多只能活一个 一个 那我们两个 所以我们只能破解规则 一起逃出去 我陷入了沉思 新人入职 之前过去的小组 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那赵黎和杨依晨呢 只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赵黎和杨依晨之前 并不在一个小组 而相同的是 他们都成为了所属的组 唯一从活的人 能活到最后 恐怕都不是简单的货色 和刘恩的谈话过程中 我看到有个人 一直在背后看着我们 假装机携带时 我低下头 果然是苏鱼 距离上一次谈话 已经过去了一天了 不仅我有话想问他 他一定也有想和我说的话 下午的卫生间 我们相遇了 没有徐心的粗暴 我们眼神沟通 共同进了最后一个隔间 你最近和刘恩走得很近 我点点头 他害死了之前宿舍所有的人 或许在我心里 早已有了答案和自己的想法 我机械地点点头 离他远一点 我是为你好 他会害死你的 苏鱼不停地说叫 让我觉得有些烦闷 他确实救了我两次 我很感谢他 为什么 我反问他 刘恩这人不简单 他给我的感觉不对 我不会害你的 你以后就懂了 眼里流露出一丝温情 我看他的眼神 总感觉哪里很熟悉 却又说不出来 我一定在哪里见过这个眼神 浑浑噩噩的工作 浑浑噩噩的休息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我还要坚持多久 熄灯了 今天的宿舍来得好慢 平时熄灯没多久就会来的 今天至少隔了一个小时 啪哒啪哒 来了 开门 茶琴 还是那个温柔的女生 开门 昨天是换了三次就走了 大家应该都在等宿舍的第三次呼唤 赵黎 开门 外面的人居然喊了赵黎的名字 更他妈诡异的是 赵黎起身了 寝室一片寂静 却听得见赵黎床铺方位床板的碰撞声 明显是有人坐起来了 他穿鞋了 他开门了 赵黎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门开了 宿管进来了 我们要玩了 啪 开关打开的声音 是刺眼的手电灯光 借着这束光 我看清了宿管的脸 苏鱼 是苏鱼 眼前是个什么情况 我一下子慌了神 我来查寝了 今晚不睡觉的人 是谁呢 他无视了旁边的大活人 从赵黎身边走过 来到了杨奕晨的床边 杨奕晨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毕竟眼前的状况令人瞠目结舌 杨奕晨的床就在我的边上 我感受着空气中的低气压 杨奕晨 你没有睡吧 那就给大家做个代表吧 不听话的下场 或血腥的气味 他甚至检查都没有检查 直接下了手 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 他来了 他朝我这边走来了 他只是经过了我来到了刘恩的床边 又是刀扎破床板的声音 我不知道刘恩是否遇害了 空气中血腥的味道 并我一阵作呕 可我必须坚持 不能放弃声的希望 我强烈克制着自己的不良生理反应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可苏语只是云淡风轻的 在我床边俯身说句任意 我都是为你好 他走了 就这么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大口喘着粗气 照理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返回床上睡觉 这次我一夜无眠 清晨阳光洒了进来 我扫射整个宿舍一片狼藉 早上好 任意 上班别迟到了 赵黎的声音 是啊 这样的场面 他恐怕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们去上完一天的班 宿舍也会自然的被清理成 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吧 毕竟徐星他们的尸体和现场 也像那样就消失不见了 我打死都没想到 赵黎居然是内鬼 一个负责的内鬼 真是讽刺 而苏语所谓的为我好 却使我的心灵 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打击 我走到杨一辰的尸体边 找到了他的ID卡 性格那一栏 果然不是直爽 而是胆小 估计是怕一开始说出这个性格 遭人嫌弃吧 不过 他这几天的表现 也早就猜到了 而刘恩 我只觉得莫名的难过 我不敢妄想刘恩的床铺 只是握紧了拳头 不论刘恩是何种巨星和我结盟 但他并未害我 还对我提供了不少的信息 也是公司唯一一个 和我一起吃饭 一起闲聊的人 这么一个朋友 就这么 没了 这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苏鱼的目的又是什么 究竟我 怎么了 我的心不在平静 我决定不在坐以待毙 打卡过后 我冲到苏鱼的工位前 一把拽过他的衣领 将他拖到卫生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苏鱼骂我白眼狼 呵斥我对救命恩人都不知感恩 刘恩在进公司之前 就是有变态杀人狂 他是个专门猎杀男性的杀人犯 你在这里 提防的不应该只是规则 还有人心 我的目的是保护你 我愤怒地拽着苏鱼 力量过大 导致苏鱼衬衣的扣子 蹦开了几颗 露出了一根橙色的袋子 上面挂着苏鱼的ID卡 我脑红了眼 扯过苏鱼的ID卡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胆小 怎么可能 员工 苏鱼 性格 怪诞 而卡槽里压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 怪诞性格 仅此一人 掌控规则 更改规则 无视规则 我的眼睛开始发酸 不敢置信 你一定要拉高说着 你越来越不听话了 任意 你还没清醒吗 因为我是 苏鱼的手 缓缓放在了我的头上 我好像一条狗 助手 是刘恩 是刘恩的声音 我转过头 刘恩捂着腹部 弓着腰 对我摆着手 我看到他的手上 拿着一张我的照片 那张照片 怎么只有半截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像飞机爆炸一样 嗡的一声 震的声疼 别过来 你们都别过来 为我好不择手段的苏鱼 负责 却漠不关心 得过且过的照理 理性 却蜂魔的徐心 直爽 却胆小的杨逸臣 体贴 却刁蛮的王妮妮 执着 却格外记仇的沉销 自认机智 逗我 我叫任意 今年28岁 射手座 大学毕业 工作平平 我唯一庆幸的 是我有一个非常相爱的男朋友 我现在在戒童所 我想起来了 我有一个六年的恋人 叫做刘峰 他温柔善良 为人正直无私 对我也很好 我们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六年转瞬即过 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的父母开始逼我相亲 就像他们当初逼我 宁愿我找一份工资不高 但说出去体面 稳定的工作一样 以我的母亲苏平为首 我的继父赵军为辅 开始了再一次新的逼迫 苏平经常说 这样是为我好 丝毫不在乎我真正的需求和想法 他们直接把一个女孩子 拉到了我的家里 那女孩文文静静 端庄大方 叫做徐薇 交谈的过程中 她表现得非常成熟 知性 懂事 在我父母的眼中 也是如此 在我父母的威逼利诱 在我母亲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要挟下 我被迫和徐薇接触了 可我还是没办法喜欢上她 我经常偷偷跑出去和刘峰私会 直到某天 我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 她开始把我关在房间里 不让我出去 没收了我的手机 说来也可笑 我28岁了 却依然活成这个样子 苏平骂我是个白眼狼 作为家里唯一的后代 跟我上了大学 最后却成了一个变态 游辱家门 继父刘军在旁边附和着 他们开始打我 给我洗脑 剑没用 开始杀鸡儆猴 用我的手机联系我们共同的好友 一个个打电话过去骂人 他们嘴里吐出的话 连我这个做儿子的都难以入耳 受不了这样的折磨 我假意归顺 终于有一天 我接到了母亲的手机 也就是那一天 我看到了我母亲的聊天记录 原来我和刘峰的事情 是徐薇告的状 聊天内容里充斥了徐薇的抱怨 以及对我和刘峰事情的批判 妖魔化 编制编造了很多可笑的故事 我告诉母亲 我决定好好和徐薇相处 我知道自己错了 虽然没有拿回手机 但是得到了和徐薇二人世界相处的机会 我用我最大的力气 扇了徐薇十几个耳光 那是我活到这么大 第一次打人 和刘峰在一起的那六年 无论发生了多大的争吵 我们都没有伤害过对方 我大骂徐薇是个贱人 捏造故事 换取我妈的同情 徐薇也不装了 像一个扑腹扑倒在我身上 撕扯着我的衣服 用周围能拿到的东西 往我的身上砸 还一边重复着 你是恶心的童 童有多恶心 你心里没点数吗 像你们这种人 都应该一把火烧死 于是 在这场大战过后 我被他们联手送进了接通所 我倒要看看 这所谓的鬼地方 是怎么治疗人的 我没病 怎么可能被治好 可我还是小看了人性的恶 院长是女的 叫王妮 她是双面人 对患者家属温柔体贴 为人施表 而对我们这些所谓的病人 处处刁满 恶意伤害 王妮刚送走我的家人 就开始分配我的病房 以及主治医生 我的主治医生 是一名年轻的帅哥 叫做陈兴 我还记得刚和他接触那天 他嘲讽的对身边的同事说 哟 看 又来了的死记 我们到时候多点点他的GH 看看他爽不爽 哈哈 我怒火直冲天灵盖 嫌弃的对他吐了口 十几年的老痰 他气得一直指着我 吩咐着助手 对我特殊关照 后面就是日复一日的治疗 他们拿着流风的照片 摆在我的面前 然后用一根根通电的 针扎着我的神经 可能也因为特殊照顾的原因 我受到的痛苦格外的多 我的太阳穴 我的头顶 我的浑身上下各个部位 都被电了无数次 电到我大小便失禁 电到我痛哭流涕 主要负责我的 电到我妥协了 我哭着求他们 不要再电我了 我不能控制的 对着流风的照片 产生了无尽的厌恶和恐惧感 我就快要戒童 成功了 治疗结束的那天 我在酒楼的院长办公室 等待着家人的到来 妈妈 肌肤兴高采烈的来迎接我 连站在一旁的徐薇 也是满面红光 洋洋得意 我站在床前 乖巧的点着头 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窗外 站在楼下的流风 我强忍住身体的呕吐感和恐惧感 可却还是在三十度的天气下 流出了几颗冷汗 治疗结束了 苏女士 任意这孩子已经正常了 呵呵 孩子 我今年二十八岁了 却依然在他们严重 是一个没有正确独立思想的 孩童 任意 别怪妈妈和爸爸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你看你现在治疗好了 多棒啊 以后就正常了 嗯 妈 爸 谢谢你们 院长王尼为了证明治疗效果 接连拿出了好几张照片 我和流风的合照 还有流风的个人照 我盯着这些照片看 接着又用余光 瞥了眼窗外的流风 终于忍不住呕吐起来 母亲笑了 继父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 也跟着笑了 我也笑了 然后在背后悄悄拿出 早已准备好的石头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砸碎了窗户 我从酒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我治好了